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 王芳和其他游客一起冲向横在绿水上的水上浮桥 现场一片混乱 图源与网络稍微清醒的游客通知了景区管理方并报了警 有一辆黑色小车从水上浮桥上面掉进水里了 相关单位立即赶到现场将车子从水中捞起 却无奈到这五个人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现场顿时一片沉默 狮子关景区的水上浮桥 湖北恩施狮子关景区的水上浮桥 建成于2016年桥长约400米 横跨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 水上浮桥一经建成就获得了广大游客的青睐 成为了狮子关景区的一大亮点 事故发生后 狮子关景区负责人接受采访表示 这座桥自2016年建成至今7年 之前从未出现过安全事故 可是从未出现过安全事故的浮桥 怎么这次就出现安全事故了 网友们从一些游客发出来的视频上看到 这辆出世的小客车史上桥面后 水上浮桥桥面的波动幅度明显加大 根据狮子关景区负责人介绍 这座浮桥建成的目的是为了让游客体验在水上漂浮的感觉 同时景区的水城绿色 车子开在桥上 能体验身临其境的感觉 为了让游客有更真实的体验 水上浮桥采用的是较为轻盈的木质材料 桥下没有桥墩 以PVE材料作为支撑 让整座桥面悬浮在水上 有汽车行驶到桥面上时 桥面受到压力会往下掉 桥面下的悬浮材料接触到水面 让水面荡起波纹 景区有规定车辆行驶过桥面时的速度 不能超过20码 从桥面上行驶过时 车里的游客便可以看到 绿水以自己为中心向两边荡开的奇景 这样别具一格的设计深得广大游客喜爱 听了负责人的解释 网友们顿时更惊讶了 全长400米的水上浮桥 桥下竟完全没有支撑点 难怪会出事 负责人表示 在决定开发这个景点的时候 公司就考虑到了安全问题 这个景点的需求量毋庸置疑 但修建难度极高 为了既能建成水上浮桥 让游客体验深邻淋水中的感觉 又能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 公司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 最后选择的是德国的一项建桥技术 这项技术在德国已经有过多次实施 其中一次 德国人利用这种技术建成桥面后 特地开了一辆坦克从桥上经过 事实证明 这种轻质量的桥面也能够承担坦克的重量 景区开发公司 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才将这一技术引进 用于修建水上浮桥 车辆使到桥上时 桥面是会产生一些波动 但这样的波动很小 完全不会影响司机的操作 当然 作为一座全长400米 且横在深水区的桥梁 正是投入使用前的沉重测试 必不可少 狮子官景区开发公司 严格按照相关单位的规定 在水上浮桥建成之初 就对其进行了沉重测试 测试表明 2.8吨以下的车辆 可以安全通过桥面 景点正式开通之后 景区管理方也有明确告知游客 水上浮桥 仅允许2.8吨以下车辆通过 且为单行道 前后辆车并未停下救援 近年来 我国旅游行业越来越发达 旅客越来越追求与众不同的景点 狮子官长达400米 可允许车辆通行的水上浮桥 无疑是新颖的 因此 狮子官也成了今年最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 到了狮子官 水上浮桥则是游客们必须打卡的一个地方 水上浮桥每天都会有很多车子经过 包括在出示车辆经过的那个时间段 也有两辆车子从桥上安全经过 在游客们发到网上的视频里 可以清晰地看到 出示车辆掉入水中的前后 分别有一辆白色小客车 和一辆黑色小客车从桥上驶过 两辆车子都安全到达了对岸 但令网友们不解的是 这两辆车子为何没有停下来 对掉入水中的车子进行救援 相关部门给出了解释 他们没有盲目地在桥上停车是正确的 首先 车辆在桥面发生危险 凭借人力是无法阻止的 前后两辆车的车主即使停下车子 试图去救援出示车辆也无济于事 其次 出示车辆行驶上桥面后 桥面波动幅度明显加剧 在桥面的情况下可以判断桥面本身存在危险 而桥下的水橙绿色深度未知 此时 前后两辆车若停在桥面 如果发生桥面坍塌等的情况 他们将白白葬送性命 最后 从救援角度去看这两位车主的选择也是正确的 如果他们将车子停在桥面 必然会阻挡相关部门专业救援的通行 将出示车辆内的人置于更危险的境地 随着网上议论的发展 这两辆一开始被指责过的车的车主 也出来表示 我们并非没有参与救援 他为什么否认网友们的指责 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样的 李明 化明 在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了一个热门视频 李明不知道是哪里的河 在太阳底下闪着零零波光 好一幅山河图 镜头一转 水面上居然有车行驶 这可把李明惊呆了 他柔肉眼 原来河面上蜿蜒着一条软桥 这让爱好自驾游的李明很是激动 急忙叫了妻子来看 一番生意之后 狮子关自驾游的行程就确定好了 按照行程 这天李明带着家人自驾游来到水上浮桥 正打算好好欣赏一下 壁波荡漾的美景 却发现桥面的波动幅度有些吓人 李明是第一次来水面浮桥 并不知道这样的波动是否正常 直到看见前面的小客车 左右摇摆打滑掉入水中 李明说 不得不承认 我当时的确慌了 没有人不怕死 更何况车上还有我的亲人 人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脑子反而越发清醒 李明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握紧方向盘 尽可能的安全使到对岸 至于网友们说的停车救援 李明表示自己当时的确没有考虑到 因为在来这个景点之前 李明特地查了攻略 来过这个景点的人都表示这个景点是安全的 车辆行驶在桥上会有稍稍的波动 但并不影响驾驶 但那时候李明发现他的驾驶明显受到了影响 所以不敢确定是不是自己足够倒霉 刚好遇到这座桥要塌了 有车内亲人性命的担子压在身上 李明强迫自己镇定 当车子平安时到对岸时 他后背的衣服都被冷汗打湿干净 众人齐心救下三人 五人不幸离世脱离危险后 李明和车内的亲人才冷静下来 他们找了个安全的位置停车出去查看 此时外面已经乱作一团 无数的游客从两岸涌到桥上 源自封面新闻 有人满脸不可置信 有人惊慌失措 有人尖叫 他的心也在这个时候重新沉入了谷底 他不知道掉入水中那辆车里有多少人 但肯定有生命在他面前消失 李明只是一个普通人 他做不到淡定的面对死亡 当自己反应过来时 他也跟着人群跑到了桥上 亲人也跟在他旁边 显然和他有着同样的顾虑 此时李明的心里也有自责 如果我停下车救他们 直到专业人员开导他 你的做法是正确的 即便你当时停车 也救不了他们 反而可能白白搭上你 以及你车中人的性命 较为理智的游客 那时候已经通知了景区方面 以及报了警 专业的救援人员到来之前 游客们纷纷趴在桥上 想将下面的绿水望穿 此刻 所有人心里皆是度秒如年 好在大家都还算理智 没有人跳下水去救人 一些比较感性的女游客 直接红了双眼 双手合十 祈祷救援人员赶紧到来 祈祷车里的人能多坚持一段时间 在大家的担忧下 水面突然浮起了一丝波动 不一会儿后 三个人相继浮出水面 岸上顿时一阵欢呼 认为车里的人自救成功了 岸上的人不停呼唤水里的人 快 快朝这边游过来 水里的人显然筋疲力尽 浮在水面上 弄了好一会儿 神才看向岸边 此时 他们心里应该是感动的 那么多的陌生人向他们伸出援手 水里的三人慢慢有了动作 岸上的人担心他们体力不支 有人甚至已经踩到水里 有的人则从旁边找来 可以悬浮的物品 朝他们递去 最先贝拉上来的是一个男士 贝拉到岸上后 她就瘫软在了地上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眼神空洞 游客们一边询问着她的身体情况 一边将她往岸边送 希望她能第一时间得到救援 最后贝拉上来的是一位 50岁左右的中年女性 她的精神状况 要比前面两个人稍微好一些 上到桥面后她并没有立即倒下 她跪在桥面上 眼里满是哀伤和祈求 看得众游客不由得动容 有理智的人上前 温柔地问她 姐姐 车里只有你们三个人是不是 所有人都祈祷着她点头 但显然不是 女子瘪着嘴哭出了声 几乎在问话的人话落之时 就开始摇头 呜呜 车里还有人 求求你们帮我救救他们 众游客再次沉默 只能安慰她 姐 你别担心 专业的救援人员马上就到 他们一定会没事的 岸上并没有水性特别好的人 而且此地的水并不清澈 没有人知道水下是什么情况 也没有人敢下水救援 面对大姐的哀求 一些稍微通水性的游客动容了 黄庆龄 化名就是其中一位 她出生在南方 家乡的小仙城里恰好有一条河 小时候她经常和邻居家的孩子 一起去河里野游 但后来上了大学 离开了家乡 她便几乎没有接触过游泳 黄庆龄看着水面 想到刚刚的三个人都能从水里游出来 而且这水面的波纹不算大 说明水流应该不算快 大概的判断好了水矿 黄先生便打算跳入水中 幸好 景区的工作人员见状 赶紧拦住了她 这个地方的水很深 水下情况我们也不清楚 知道您着急救人 但也要考虑自己的生命安全 工作人员的话犹如醍醐灌顶 劝醒了黄庆龄 她都多大人了 差点还犯这种错误 保安全组游客是力图小时候下河游泳 是因为不懂事 而且家乡的那条河经常都有人在里面游泳 情况还算稳定 但这条河不一样 这对她而言是完全陌生的 即便水性再好 也不能随便入河 更何况她已经很多年没有过勇了 也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小时候那样的本事 这时专业的救援部队也赶来了 车子被成功捞出 车内的人一个又一个被从车子里抬出来 一共五人 旁边的游客们纷纷祈祷着 这五人还有救 但现实是残酷的 跟着救援部队赶到的医生 检查了这五人的身体状况后 摇了摇头 看着周边游客期待的目光 医生惋惜地说 这五个人全部都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 简单地说 就是这五个人都没救了 当时的岸上 并没有这五人的亲人 可众人都不约而同地为他们默哀 较为脆弱的人 更是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想到如果自己是他们五人中的一个 那他的亲人该怎么办 事故的责任 这起事故无意给景区和在场的游客 都上了狠狠的一刻 只是这一刻的代价实在太大 让人不禁唏嘘 那么这辆车子出事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车内侥幸生存的三人被吓得不轻 并未交代任何事情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车子上桥时是否发生了矛盾 但可以肯定的是 车子上桥时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规定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